吉隆有間炒飯店 排骨蛋炒飯相當有名 熟客都知道要指名 不加醬油 只加鹽巴的白炒飯 還稱讚他 他的美味是可以媲美 米其林餐廳的喔 來過客人還都知道 無論是內用外帶 都要打電話預約 慢一步 可要等兩個小時才吃得到 男的排骨蛋炒飯 現在等到六點半喔 因為我今天前面有預約單 看你可不可以等 總說夕陽無限好 只失禁黃昏 但李華敬的粉絲們想的是 夕陽無限好 因為接近晚餐時分 炒鍋內白飯蛋花鹽巴 不斷翻騰舞動 香飄十里 勾住經過基隆 安樂市場冷門的嗅覺 但是聞得到 不一定吃得到 內用只有三桌 外帶單居多 晚來要有心理準備 會淹沒在訂單的 常隊伍之中 大概一個半小時前 就要先訂飯會吃不到 最久等兩個小時 都沒有離開 都在這邊 好吃啊 李華敬的炒飯 像是失了魔法一般 客人吃上一回變成主顧 排骨蛋炒飯 米飯飽滿 粒粒分明 排骨醬香入味又多汁 一加一大於二 李華敬的炒飯受到喜愛 因為有可以客製化的選項 除了傳統醬油 還有店內獨家秘方醬汁 以及行而來才曉得的白炒飯 平常都是吃排骨蛋炒飯 然後我都會炒白的 就還滿不輸頂泰豐的炒飯 住基隆很近 就不用特地跑到台北 所謂的白炒飯 只用鹽巴簡單調味 其他東西都不佳 更吃得出食材本色 但簡單的東西 要做得不簡單 絕對不容易 這正是李華敬一過去 當頂泰豐師傅 練就出來的功力 我以前學的都是德野 之後面去台北學 我才發現他們其實 要用當天現煮才好吃 對 吃起來 才會有Q 店內不可缺少的靈魂角色 炸排骨 排骨肉垂平為邁向加分 然後拌入蒜頭醬油等 十幾種醃料 放半天等入味 李華敬從16歲開始 就在廚房摸索 做過海鮮 熱炒店跟飯店 從學徒做起一路 當道師傅 出宿的時候 我爸那時候帶我去熱炒店吃飯 看到一個廚師炒菜 我覺得很帥 從今以後我就想做吃了 雞翅經過太白粉 迷迭香葉跟其他十幾種香樂 醃製過後下鍋油炸 表皮呈現耀眼金黃 飄散令人陶醉的迷人香氣 其實你吃起來會很過癮 然後他一盤就五隻 你就一個人吃你就夠了 很爽 一個人要要來多虧有應援團 太太相挺 父母捲起袖子幫忙 李華敬的餐飲之路 才能支撐下去 有時候會覺得說 到底這麼辛苦是為什麼 直到遇到太太就自己知道 自己要做什麼 有一個責任在 太好都想哭了 因為他真的都忙到一整天 對啊 能幫他真的有限 因為想耍帥而拿起鍋鏟 李華敬最終翻炒出高分評價 翻炒出人生的高峰 也印證了那句認真的身影 最帥 迪龍有位老阿嬤 已經超過八十歲 還是每天清晨四點開工 揉麵團生炭火 烤出一塊一塊炭香十足的酥餅 阿嬤說他不累 也不想要請人 因為只有自己烤出來的酥餅 才會比任何人烤的都要好吃 所以他說他會繼續做 做到不能動為止 很多基隆人每天就需要 這個一夾子的味道 才能夠展開一整天的火 因為這口酥脆 可是基隆限定的美味 你很痛 要很痛 要很痛 你很累啊 你很累 八十多歲瘦小的碧雲阿嬤 聲量相當洪涼 正要展開一天的烤餅工程 但小兒子已經搶先一步忙起來 雙手賣力的揉著黃豆漿 你做的量不多啦 所以只是用人工來投降 所以你們這是真的成熟工 用人工 手上只需兩步而已 是不是 都不多 所以你都是那麼早起來幫媽媽 對 主管你還要去上班啊 對 而另一頭最搞綱的甜脆餅 鹹脆餅已經待在爐裡溫存一夜 它的脆衣是來自兩次的烤製 第一次烤熟 冷卻後再進爐 乾燥四到五個小時 碧雲阿嬤很自豪 這可是她發明的 這爐起不算客氣的啦 太多了 太多了 以前一年亂一苦 爸爸在說一年亂一苦 不到六點已經有老人家 等著吃餅 但做餅需要時間 生炭起火把爐燒熱 接著要把一塊塊的油酥 和劑子做結合 請人做喔 對啊 做得不好吃 你的牌子都給它做掉了 招牌被砸了 對 捲過再趕過 母子兩務時餅乾酥的 就得多捲幾遍 乾燥的豬肉和蔥 就得讓味道吃進麵皮裡 這叫做一口胡椒餅 此外還有高人氣 不佳油酥的鹹蔥餅 伴隨著火車聲響 這水管擀麵一來一往 已經幾十年 一湯 兩湯 三湯 四湯起來 都湯 湯湯 這鹹的嗎 只有這兩口氣 其他都吃了 我要爹 肚子餓了 你是有聞到 肚子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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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每次都要看到 它是賣什麼的 這個我只看一下一根 好吃 看它好要吃 這烤缸 炭一起 升起的溫度 就像是電力啟動 要不斷的做餅 貼餅 夾餅 甚至利用它熬煮五美湯 才是達到物盡其用 也難怪碧雲阿嬤捨不得休息 三人看這個跟這個 看已經煮了十幾點了 你今天在香港這樣 沒有人自己在香港拍 拍到它去 我的菜 這這麼漂亮 不夠 要你這個肉 你要說 我的菜 還好老客人還是很捧場 這稠稠的餅挑一挑 就自個清理起來 這後面好好 我就抬起來 抬到自己動手 我要去看哪一家的畫面 對 東山 東山 你都自己要看好 對啊 對喔 不要吃到焦的 我每次去也難聽你 就這樣嗎 嚼著超過一夾子的味道 才好展開一天的活 這口酥脆是基隆限定 你怎麼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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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吃的 我怎麼吃的 我這時候 他要不要吃的 我怎麼吃 碧雲阿嬤 勤奮地守候老味道 她很開心 自己的碧雲 有一天能夠上電視 這印證了一句老話 黃天不負苦心人 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